好 我們先看一下中間的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媒體朋友 演白芒豬中心靈現場 看一下中間的官方的攝影 好 歡迎我們家店今天白芒豬中來到我們的現場 好 哇 今天帥氣登場 來 請家店抱歉 而且能認識我們的天長 到一點遠到底是什麼樣的夏日風情 等一下再與大家分享 好的 來 我們請 中間 好 中間是不是 好 我們的觀眾 而且他中間沒有去吃飯 你知道嗎 他就在這裡哭哭等待 你把這裡當one fight 是不是 好 他就在這邊等你 他很怕錯過 可以跟你這個近距離的互動 所以你等一下加油好不好 我們會馬上在現場隨機選我們現場的朋友來 我們是真的鼓勵 不是開玩笑的喔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直期待 好 我先請家店介面 來介紹一下 對 我的男生是在 多兩個禮拜就可以上 七月六號 是吧 他就比你還要熟自己 對 先跟我們說兩個禮拜分才是到 對 所以大家要一起矚目好不好 是 我們的男生時代 這是一個講 愛與被愛的故事對不對 嗯 沒錯 好 所以其實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知道嗎 很多人對於香味的認定 你覺得有些人是用香氛來紀念愛情 有些人是用香氛來紀念愛情 有些人是在 嗅覺的生活的人 對 不管是在任何場合 穿衣服 或者是寫日記 或者是幹什麼幹什麼 我都一定會用不同的香氛去代表它 讓自己換回那個記憶 所以 對 我收集好多好多香氛 真的假的,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收集? 我從我高中的時候就開始收集 真的假的?所以你家裡有一面牆都是香水、香氛 哇,那我們今天不能隨便看來 你說我喜歡 很難說 有超多味道 對,因為你剛剛說你是那個香水控嘛 代表你應該是會依照這個心情 或者是季節來做改變 比如說現在是夏天了 我就不會用那非常濃厚的香氣 是,就會讓你覺得哇 因為沉重 沉重 然後我覺得很舒服 是 那如果夏天的話,我希望能夠帶給大家就是清新 然後爽快 哦 然後走過就會讓你不經意的回頭看一眼 是 這哪來的香味啊 是 那我想問一下 花香吧 你現在講完,他們等一下馬上猛噴,你知道 花香是不是 花香跟果香 我覺得都非常棒 所以 但是要有,在夏天要有清新的感覺 是,沒錯 對不對 花香水也秀恩 浪泛香水在2019年的重磅新品 這一瓶噴下去,馬上有MAGIC 帶大家到我們意大利南方小島卡路里 好,我們請我們這個 太累了 你們是在接受福音是不是 完全就太開心了 哇,太好了 哇,有聞到嗎 有聞到嗎 有沒有很香 好香哦 是不是 原來他們剛剛故意冷漠 就在等這個時刻 好不好 要勾引你去幫他們做這個噴香水的工作 這邊也有是不是 好好好 都顧到 我們所有的 是不是有種想跟我談戀愛的感覺 有嗎 有嗎 有是不是 好 我跟你們說 前衛是想把有聞到檸檬 對不對 因為糖布里呢 你如果有去過就知道 在島上的這個檸檬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他們的檸檬特別 就跟你到 跟大家很想的這個男生時代一樣 因為他是酸中帶甜 嗯 很戀愛的感覺 戀愛的感覺 對,然後有柑橘 是 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時候 我覺得 我就覺得 他就是屬於 這個夏天必備的一個 像水味道 對 而且呢 就是讓你感覺是非常清新的 清新然後很relax 對 覺得自己不用到外面 就可以在家裡 非常的relax 哦 所以有時候如果真的很煩惱 在家裡休息一下 我都會在房間 各個角落這樣可以 是 然後其實在家裡看個書 對不對 聽個音樂也非常的放鬆 好 這就是